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把同样的资料集和程式 在Google所提供的云端服务colab上面再跑一遍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使用colab来跑AI的程式呢 通常有两种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他所使用的这些environment和同学个人电脑上面 所安装的environment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程式就会有很多的error message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Google的colab里面的environment 这样子大家都是统一的就不会有版本的问题 第二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资料集 例如说像CFAR10的影像这个资料集很大 然后我们又有一个AI程式想要来分析 那用CPU来跑的时候花的时间比较久 那我们就希望来使用GPU 刚好我手边没有GPU的话 我们就可以借用Google的这个云端服务 它的colab里面的GPU来跑程式 这优点是它是免费的 那缺点是每隔12个小时就会漏高一次 不过当然你也可以花钱买它的计算时间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实验 我们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在local的 就是我们的桌机上要制造一个dataset 所以我们使用的就是CFAR10的这一组的影像 那么先copy这个程式 用滑鼠选取 按Ctrl-C 然后我这边的Anaconda用的environment是base root 然后可以点选JupyT Notebook 到了JupyT Notebook选Document 到NCU AI 到今天的0803 然后开启一个新的Python3的档案 可以多增加几个cell 把刚刚的程式用Ctrl-V paste过来 然后执行这个程式 前面两行是滤调Warning 这一行是下载CFAR10的资料库 然后这一行是把它的影像 用NANPY的SaveZ的指令 存到localCFAR10NPZ这个档案里面 好 这边完成了 我们把ABCD就是X-Chain Y-Chain X-Test Y-Test都存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untitled的 然后有localCFAR10NPZ184MB 所以我们要给档案一个名字 saveCFAR10001 好 我们有了这个程式了 saveCFAR10001 我们要再做另外一个程式 增加几个cell 来测试一下我们刚刚存进去的NPZ的档案 是不是可以读取 所以这个指令在这里 Ctrl-C到这边 Ctrl-V 这个叫做loadCFAR10的001 好 我们要load这个档案 好 顺利完成 存档 存档 close and hold 存档 close and hold 好 我们要使用 Google的colab 我们就必须先要把 data和AI程式传到Google的云端硬碟 所以我这边准备了一个我自己的云端硬碟 首先就是要建立一个资料夹 所以到这边点选新的资料夹 叫做NCUAI的CFAR10 建立 好 在这边 然后我们要把刚刚准备好的data和程式 传送到云端硬碟 我们刚刚准备好的资料在这边 Local CFAR10的NPZ 拉过来 另外一个程式就是CFAR10的CNN Revision 也传送过来 把这边打开 正在上传两个项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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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成功上传两个项目 OK 第一个是Jupyter Notebook的Python程式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Data NPZ的档案 我们在点选 IPYNB的档案的时候呢 右边有三个点 要选择开启工具 我在之前已经安装过了Google的Collab 所以就不需要安装了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你要选取这一个 连接更多应用程式 点选 选了以后会提供很多 支援云端硬碟的程式 然后你就往下滑 就看到这边有一个是Collab 点选这一个安装以后 就可以使用Google的Collab 那这边是告诉我说已经安装 还可以解除安装 好 打XX 安装了以后 我只要在这边点选两次 就会进入到Collab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示范的程式 Vanilla的CNN Architecture 左边这边有一个Folder 你点选了以后 会把资料夹显示出来 上去 我们在的位置是Content Content里面有一个是SampleData 好 我们开始看这个程式 这一个Cell里面的指令 是把C410的Data 从云端下载过来 我们把它取消 然后多增加几个程式码的Cell 好 加了六个 要放什么程式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网页 第一个Cell 第一个Cell要放这两个指令 Ctrl C Copy 到我们这边Ctrl V 这边圆圈跟三角形 表示可以执行这单独的一个Cell 我们就执行 现在就是要把我们的云端硬碟连接到这一个Jubit Notebook的程式里面 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Authorization的Code 好 准许的密码 选择账户 以继续使用Google Drive 那就使用我们的凤梨的云端硬碟 点选以后 选取登入 这边就会有一个授权码 按右边的这个方块 就是复制 复制好了以后 到程式的这个框框里面 按Ctrl V 复制过来 然后Enter 就得到授权了 它会Mount 就是安装在Content Drive这边 所以我们再看一遍 这边就有一个Drive Drive里面 有一个MyDrive MyDrive里面再去看 有一个NCU 横线CFAR10 的资料夹 所以再点选 这里面就有我们的两个档案 上面的是资料 下面的是程式 好 再回到我们的网页 然后到这边 Copy这四行程式 Ctrl C 到这边Ctrl V 然后执行 好我解释一下 这四行指令的意思 第一个是按一个百分比的Percentage 然后CD 就是Change Directory Change到哪里呢 斜线Content的这一个Directory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Content 然后 Drive NCUAI的CFAR10 所以第三行的指令就是Percentage 百分比 Change Directory 换资料夹 换到往下走 Drive MyDrive NCUAI的CFAR10 到了这个资料夹以后呢 用 精探号 LS 空一格 减掉L 就是List List 就是列出来里面的档案 减掉L呢 是使Long的List 就是很长的很详细的很完整的显示它的档案 所以这边有两个档案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iPython Notebook程式 第二个就是这一个Data的所在地 好我们到了这个Data的所在的位置以后 我们再来copy最后这一段 我们要把这个资料 读取出来Ctrl-C 到Ctrl-V 读取一遍 好 读取成功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跑程式了 我们回到最上面 这个目录夹这边可以打XX给它退回去 我们到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这边有一个叫做变更执行阶段类型 点选 这边是硬体加速器 Long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用CPU跑 GPU或者是TPU 那我们就选择GPU 那大家有空可以试试看TPU的速度快不快 然后储存 再来再次回到执行阶段 就是全部执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第一个cell执行了0秒 第三也是0秒 这个还需要我的authorization吗 好 好 授权码 回到这边 Ctrl-V Enter 好 到了目录夹 现在正在读取Data 过关 然后 X-Train X-Test 它的Shape 5万32323 1万32323 再往下走 这个画图 这个画图我们都看过的 这个画图我们都看过的 检查 Training 有5 每一种有5000个 Testing 每一种有1000个 好 好 这边有error Keras utility has no attribute to Categorial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问题 所以这边要 改成 From Tensor Flow Import Keras 好 这边就过关了 我们让它全部执行一遍 好 这边就过关了 我们让它全部执行一遍 嘿 过关了 正在Building 好 这边又有error 好 这个 我记得是拍Data的问题 所以我们全部圈选 然后Ctrl 斜线 从右上往左下的斜线 把它common掉 接下来 这个也是 要给它common掉 好 我们再全部执行一遍 好 现在在model fit 所以正在训练当中 APOG是10次 在第一次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它需要把资料 从硬碟传输到它的电脑 那我们这个资料也比较大 传输到电脑以后 它做计算的时候 就从第二个APOG开始 就会比较快 好 它传输结束了 所以第一个APOG是50秒 接下来是5秒 5秒 5秒 我记得我的桌机的电脑的GPU的速度 每一个APOG大约是8秒 所以Google的这个速度还比较快 好 Loss Function Accuracy 好 准确率 对于Xtest跟Ytest的Evaluation是72.55% 好 结束了 所以我们这一个程式成功的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 Number of GPU 一个 他用了一个GPU 然后我们没有用 Keras的CIFAR10的Data 我们是用 云端硬碟Mount 然后 把程式用Local的CIFAR10.NPZ 传过来的 好 我们程式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更名 再加上一个COLAB 表示是用COLAB 表示是用COLAB执行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档案这个位置 点选 然后这边有一个下载 从 COLAB的电脑下载到我们的Local的Computer 我们可以下载 Spider的格式或者是Jubit Notebook的格式 那我们两个都下载 先下载点拍的档 保留 再下载Jubit Notebook的格式 好 我们到我们的Local的下载的资料夹看 所以COLAB的IPY Notebook跟COLAB的.py 两个档案都下载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示范的如何在COLAB的云端环境 跑我们的AI城市